再来关注到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 连小本生意都做不起来了吗 根据调查报告 中国小微的经营者 第二季的平均营业额是11.7万人民币 另外再看到了净利润率平均值是4.7% 两项都比去年的同期还要在下滑 而调查结果也发现了 小微经营者大多集中在服务业76% 少量分布在其他行业 像是农林与木业11% 制造业跟建筑业分别是13% 分析这样的最大痛点 就是因为市场需求疲弱 而经营成本上升是第二大的压力来源 看到中国经济持续萎靡 另外各行各业减薪裁员的惨况 也是不断传出 连电视台都陷入了倒闭潮 看到最近就有消息指出 将近2000家的现级电视台 是由倒闭风险的引发担忧 因为这将会造成大量的从业人员失业 而这些人要重新就业 其实并不容易 再来看到了钢琴 钢琴一直都是中国中产阶级 社会地位的象征 不过随着经济持续恶化 钢琴产业也跌到了谷底了 看到了中国乐器协会曾经统计 到2020年有114家的钢琴企业 4000名的员工 年产钢琴是有5万架 但是如今这些制造商面临困境 根据法国世界报的报道 2024年以来中国钢琴之乡 已经有几十家的制造商倒闭了 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也让很多的中产阶级家庭放弃学钢琴 可以看到在中国二手交易的平台上 已经有大量九成新的钢琴在等待出售 而售价往往都不超过1万人民币 中产阶级下降对于未来也不抱希望 所以导致钢琴市场将近崩溃